转载自摆架号作者 最懒求醒人生经历 了动荡的休赛期 NBA新赛季还有近半个月就要拉开帷幕了 而这几天 可队可谓是热闹的不行 各队纷纷开始组织队内训练 集体照定装照 已经没进空开日 下面来一张火箭的定装照 你发现了什么 周琪的体型成为亮点 经过了一个赛季的试炼 周琪的体型从受竹竿变成了肉棒子 周琪的努力显而易见 虽没有很多的上场机会 但是时刻提升自己 期待新赛季的周琪 可以获得更多的上场机会 而火箭队也是备受媒体关注的球队之一 因为上赛季在西部决赛 火箭就差一点把不可一世的勇士队拉下马 而在修赛齐火箭 引射留住了卡佩拉 又牵下了安东尼 火箭的实力就是夺贵的热门球队 但随着安东尼的加入 火箭也面临着一个首发阵容问题 哈登 保罗 卡佩拉已经锁定首发 而塔克凭借其强悍的防守 牢牢把握了首发大前锋位置 但是对于剩下的一个名额 戈登和安东尼都是有力的竞争者 戈登上赛季代表火箭出场69次 其中首发30场 场均18分2.5个篮板 2.2个助攻 戈登是超级第六人 但是他也担任过首发 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戈登有着强壮的身体 有着稳定的三分 反观安东尼 他早年成功才表示 自己不会打替补 不过这个赛季或许前光打替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安东尼上赛季代表雷霆出战78场首发78场 场均可以得到16.2分5.8个篮板 1.3助攻 了解安东尼的人都知道 上赛季他在雷霆的位置很尴尬 加在了维斯布鲁克和乔治中间 场上打得很不痛快 对于此事 火箭的主帅德安东尼也发表了看法 GESPN记者T McMan报道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火箭主教练麦克德安东尼强烈更倾向于让埃里克格登打首发 卡梅隆安东尼打第六人 从出场时间来看 格登场均31.2分钟 可以贡献18分 安东尼场均32.1分钟 可以得到16.2分 可能格登的得位效率会更高一点 从经验来看 安东尼经验更为丰富 但是个人觉得常规赛格登打首发可能会比较好 一方面安东尼可以更好的休息 有更充沛的体能带领提补 而到了季后赛 安东尼首发或许的作用会更好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格登和安东尼谁更适合打首发呢 都可以购乱的说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時